大家在環境中抽空來波草主戰記者會 還有現場的共鳴記者們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為一起來 這邊其實我們都知道 近日其實在蘋果日報有大途報導 有關於香港佔領中環競爭取固選的過程 其實在報導這個議題之後 蘋果的香港還有台灣網站 就分別遭到大概4000萬次的海客攻擊 其實我們待會請蘋果日報的馬總編輯 為我們敘述一下說 當時蘋果的狀況以及後續的報案 以及政府處理的狀況 其實說我們還有看到說 除了在媒體的這個區塊 其實最近還有很多的名人 以及這個知名的粉絲團 因為就是受到了大量的這個 海客帳號的檢舉而遭到這個下架 或者是說停用 那其實我們應該今天應該要這個 就拋棄門戶之間的站出來 其實是要譴責這樣的惡意的攻擊行為 因為大家去強迫不同意的意見者 去失去了這個發聲管道 那其實就是一種迫害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最惡劣的方式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除了莫草說 除了發起這個網路媒體的聲援之外 那其實短短的兩天就已經有超過5000名的網友加入聯署 那未來我們相信聯署的這個名額 以及這個加入這個陣線的這個網友們也會越來越多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請我們這個蘋果的這個馬總編輯 來為我們稍微講述一下 今天這個蘋果遭到駭客攻擊的狀況 以及後續的處理以及政府的態度等等 那我們有請正在發動編輯 謝謝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我想我比較特別要說一點 雖然大家講說是這個聲援蘋果 可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很多人未必是蘋果的讀者 甚至未必喜歡蘋果的這個媒體 可是大家願意站出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大家很清楚知道 就是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 這個是我們大家一起要捍衛的價值 跟我們的立場 我們大家各有不同的風格 或是我們各自可能處在一個競爭的狀態 不同的媒體有這樣的問題 或者很多讀者可能大家各選擇 他的喜好的這種媒體的這個風格 我覺得這個都無貫 重要就是說我們太不瞭解 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必須要一直讓它維持下去 甚至要把它深化擴大 那如果我們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受到了這個 因為我們的某一些發言 不被人家所喜好 就被這樣子來破壞了攻擊 甚至來貪壞 想要來摧毀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都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我想才會有今天這團活動 所以與其說它是聲援蘋果 我覺得是真的我覺得我非常相處 就是大家一起來看 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 跟蘋果是沒有關係 只是這一次剛好發生在中國的身上 所以今天我們會坐在那邊一起來 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這次其實是在星期二的時候 就是在香港那邊 他的民主投票的那個網站 就開始受到不眠來路 雖然我們有深度懷疑的對象 就是我靈感的意思 因為這樣沒有完全的更新的 有工作保留 開始受到這個能夠的攻擊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星期三 香港跟台灣 微博之報的這個網站 也開始受到這個大量派遣的攻擊 就是我們在 就是那個 那天下午我就發現可能其實 照寶來去看我們自己的內容 或是我們那天在做即時新聞 就是這個作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發生一些困難 就是 而且那個 其實講老實話 過去蘋果被害已經不是比一次 平常發生 可是從來沒有遇到過 這麼大的這個量子 這個攻擊 所以當時就是把它稱之為 所謂的國家級的 這樣的一個害客的攻擊 其實我講給我個人的這個經驗 其實不要說我們的網站 包括我們報社很多紅人的 我們的公司的信件 其實經常是也被人家寫入來看 比如說我自己好像 我常常我的郵箱一打開 發現我沒看過的信件都已經被 都已經被點閱過 都看過了 後來我們也做過內部的清查 發現是有外部特定來源的這個地方 就是經常性的會侵入到我們的系統裡面來 我們的信件 包括我們 所以我想其實這個蘋果面臨這樣的遭遇 已經不是一天 我們也習慣了 但這次真的是我覺得就有點太誇張了 他就是企圖讓你整個都網站癱瘓掉 而且他幾乎也達成了這個目的 當然我們後來經過權力的搶修 OK 漸進也恢復正常 可是到目前為止 其實還不是處在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有的時候還是會沿線不上 那這個問題一直到 當然我們當天也就報警了 然後昨天下午 據我所知 警方也派人到了這個狀華電信的機房去做了解 那這個部分 就是蘋果日報也全力來騙出警方的這個調查的工作 我們也希望很快能夠知道一些比較清楚的狀況 然後讓我們做命運 然後也防止未來發生類似的事件 可是比較不幸的是 到了昨天晚上 那個攻擊其實就變本加了 他現在不但在攻擊我們的網站 而且他也侵入到我們的系統 因為這東西牽涉到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 我想我就用我們同事的一個說法 來跟他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大概就是說 我看到目前比較欣賞的狀況 就是他已經侵入到內部的系統 就是我們公司連接到 中華電信機房的專線的路由器 已經被他這個入行用擴壞了 而且他是想要來這個 擴壞我們的虛擬主機 而且更改的密碼 也刪除了一些資料 就這個情況其實是 前幾天發生的狀況很嚴重 因為我想很多老師可能 專業上的理解 更能夠知道這個事情 可能他將來造成的迫果跟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權力的強求 目前的狀況 剛剛我上了 因為我們可以看是 目前是可以 可是看起來很多更新啊 什麼還是有問題 另外就是 因為他已經進入到我們的系統 這個內部系統其實是比較嚴重的 那我們也在做內部有一些 什麼變變的措施 希望說可以阻絕 它造成更大的這個破壞 但因為有些事情還在發生中 第一 不是那麼清楚 我不能隨便講 第二 因為細節的事情 我想也就不在這邊多做說明 那就這幾天的這個狀況 的確對 某些人他可能是企圖達到這個 警告跟恐嚇的效果 有造成我們作業上一些困擾 這個是事情 反正我們設法去應得 可是因為這樣 就想要來恐嚇《蘋果日報》去 補作什麼報道 我想這個應該是不可能吧 甚至大家可以看看 昨天香港的民主票票 那個人數 是超不想像的多 我覺得可能反而剛好造成了一個反交流 昨天當時我印象我看到新聞的時候 這個香港的那個親機主要說 希望能夠有十萬人出來投票 可是到了昨天晚上 已經超過三十幾萬人 那我覺得是什麼樣的力量 就是激發了這麼多人 願意站出來去參與這一場 香港全所會有的一場公民 公民自主性自發的一個投票 我覺得也許應該反而感謝一下 也許想要試圖來破壞 不管是香港或是台灣新聞自由 跟聯合自由的內股勢力 對 其實很簡短的照顧帶來大家 謝謝我們民國的馬總編輯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了 這個侵害自由的舉動 反而是激發了更多的民眾 他們意識到聯合自由 以及網路安全的重要性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待會會請我們台大新聞所的 這個代理所長張景華老師 來跟大家講述 那個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重要 並且發表一個 與我們媒體朋友學界 以及媒體界一個共同的聯合聲明 那在這個聲明之後的話 我們會進行一個 這個簽名版的連署 那在連署之後 我們會請各個 這個我們目前邀請到的媒體朋友的代表 來為我們智商各媒體的發言 然後我們會請我們的資通訊權的專家 去來為我們講解說 這個資安及國安的重要性 以及在實務操作面上 我們應該注意的 然後請呼籲我們政府應該做的 或者是呼籲我們政府不應該做的事情 到底有哪些 好 那接下來請我們的張景華老師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各位來採訪報的媒體 跟我們今天所有的引言人 想今天由臥草團隊來代表媒體界 以及呼籲學術界跟各界的公民團體 一起來舉辦這個計程會 我們給予高度的肯定 因為言論自由是如此的重要 任何一個人的言論自由被侵犯 其實就是我們所有人的言論自由被侵犯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聲援一個媒體 某個媒體或是蘋果日報 或是我們喜不喜歡蘋果日報 而是在於我們聲援的是新聞自由 今天他攻擊的可以是蘋果日報 明天攻擊的可以是我們任何一個人 我們任何一家媒體了 所以每一個媒體應該要站出來 應該要來譴責這樣一個對言論自由的破壞 跟這種製造這樣恐嚇的效率 剛剛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 事實上這次的攻擊已經打到了 每秒鐘4000萬次這樣一個攻擊 這其實已經不是一個一般的一個駭客攻擊 這是一個跟抗蘋果日報說是 馬總編輯說是國家級的攻擊 我可能會再強化一點的話 這是一個戰爭式的攻擊 這是一個戰爭級的攻擊 大家可以想想看 今天攻擊的是蘋果日報 明天可不可以攻擊我們的 任何一個政府單位的這個訊息 可不可以攻擊甚至國防部 他是在測試他攻擊的能力嗎? 這是這樣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攻擊行為 我覺得我們其實目前是學界 公民界媒體界站出來抗議 其實我們要高度的呼籲我們的政府 我們維護資訊安全 維護國家安全的政府單位在哪裡? 我們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能力來面對這樣的攻擊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所反應甚至有所制止 如果這個事情從星期二 已經發生到今天星期六了 這個攻擊如果還是持續在進行的話 還是持續在進行的話 我不知道我們的資訊安全還有 我們的人民還有什麼樣的信心 可以相信我們的政府 能夠維護我們的資訊安全 我想前一陣子太陽花學域裡面 很多資通信學者今天在場沒有三位 有非常重要的資通信學者在場 他們其實都是在捍衛資通信安全 最重要的這個第一線的勇士 那麼已經大聲疾呼了 這個兩岸的相關的這些所謂的自由貿易 其實後面有非常嚴重的資訊安全的問題 尤其是資通信開發的事件 那政府也許說我們會有配套措施 我們可以修台法律 但是我們目前要來驗證的是 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來入資通信安全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括我們的警政署 包括我們的行政院都應該盡快地 對這件事情站出來表現我們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視 否則人民對它的信心不至一點一滴的流失而已 我們很擔心的是會整個崩潰 會整個崩潰 好 我想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不必多說 它太重要了 那我們要說的不只是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而且是每一個人站出來維護言論自由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重要性 其實我在那個兩年前去去年的時候去那個 去美國的那個首府華盛頓BC 參觀他們的大屠殺紀念館 那我本來講大屠殺紀念館可能展現的是屠殺的恐怖 但其實不是 如果大家去過的話會知道 它展現的是人民冷漠的恐怖 今天大屠殺會發生是因為左靈右舍都不出聲 是因為大家都冷漠不對 大家都覺得這是別人的事不是我的事 於是一個一個人被抓走 一個一個一團一群一群的人在那裡被屠殺 大家都默不關心 所以有人在問說 如果當時更多的人站出來去瞭解這件事情 去阻止這件事情 去阻止政府以這種所謂的當時的這個極權政府 用各種的這種民意抓人的時候 如果更多人站出來阻止的話 它是不是可以不要發生 是不是可以這個不會這麼慘 這麼樣的一個幾百萬屠殺發生 所以大家都知道20戰後對於這個大屠殺 帶來很重要的一個口號叫做never again 不要再發生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現在發生 這樣的一個言論自由的攻擊事件 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它已經證明了第一個 這個某個強權已經有這樣的能力 做這種科技高科技的攻擊行為 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不警覺不趕快站出來發生的話 這個高科技的攻擊行為的這個能力 它可以針對任何一個人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在太陽花懸運 在我們這個福茂簽訂 在這個兩岸的這個自由貿易的這個過程中 讓我們更大的一個警訊 讓我們真的是希望這樣的一個事件 就讓我們的這個公民更多的朋友 來關注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覺得我們對台灣的人民 其實是有信心也有希望的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大家真的會 真的會在這樣的一個 雖然高科技攻擊是已經變成可能的 但是高科技 讓大家的這個自由意志 讓大家追求自由跟維護民主的 維護這樣的新聞自由的這個勇氣跟意願 也更能夠發揮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最這個這個時代已經到來了 好 那所以我想這個我們這次的這個呼籲 主要就是要強調就是 說我們譴責這樣的一個運用高科技的 這樣的一個愚蠢的 而且是一個這個與人類的文明相左的相反的這樣一個行為 與整個世界自由的趨勢是對抗的一個行為 那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治的愚蠢的行為 也認為這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行為 好 我們第一個是我們嚴厲強烈的譴責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要強調的是我們相信所有愛護自由的這些人民 以及我們也有這樣的這個網路的能力 他可以攻擊一個網路 他不能癱瘓所有的網路 他可以攻擊某一個某一家媒體 他不能 他無法攻擊求我的媒體 所以我們這個要再次的強調 再多的這個網路攻擊也不能讓大家噤聲 再多的這樣的一個對自由的打壓 也不能讓良心噤聲 好 那麼第三個我們要強調的是說 這個我們呼籲政府面對這樣的一個嚴重的 自通訊安全的這個威脅的時候 那必須要盡快地站出來顯示政府 顯示台灣政府對於這樣的一個網路攻擊行為 這個資訊安全行為的這個明確的 跟這個有效的這個做法 那否則的話呢 我想民間會要求一切這樣的一些自由的 一些貿易行為原來背後都是這種資訊安全的威脅 應該要立刻停止 否則的話我想全台灣都已經被置於這樣的一個威脅之中了 好 我想那個個人的發言 那麼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這個媒體界的發言 還有我們所有的這個自通訊學者的這個 再進一步的闡述 謝謝大家 好 這邊非常謝謝我們的張錦華老師 那現在至少請我們的學者 以及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迎降到我們的簽名本旁邊 然後跟我們一起進行這個簽署的儀式呢? 那這邊的話也非常謝謝我們的這個蘋果日報的總編輯 以及那個金周刊的這個楊副總編輯 以及我們的這個洗頭髮透科的總總 那這邊的話很請大家就是一步 然後在我們這個清晰版上留下 大家來單位以及心靈 謝謝大家 我覺得對 如果你說你自己委會主持人 你看看 這個需要 你看看 我相信將要這樣 在到 簽名完,大家請留步,我們就一起做一張合照 因為我們相信今天這麼多媒體以及學界跨越門戶一起這樣出來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格局,而且也是一個我們認為非常光榮的時刻 就像張錦濤老師剛剛說,對自由的打壓是一種 而且是對高科技自由的打壓是一個開人類自由穩定行為的道程 那我們一定要站出來前面譴責,因為恐怖的並不是二殺本身 而是這個大家的人能站出來 你們想我們打擋住還是站兩邊? 站兩邊 站兩邊嘛,來,站兩邊,讓我們就站兩邊 大家靠近一點,測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不要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OK,好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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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們的各位學者專家以及我們的媒體朋友回座 接下來是我們的媒體的宣示時間 請各家媒體來簡短論述一下 各位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以及加入我們的聯署 大家的考量以及大家的想法 以及各位想要跟我們社會大眾傳達的理念以及訊息 謝謝 請由我們臥草的發言人請的林楚怡先生開始 大家好,我是臥草的發言人,我叫做林楚怡 我們發起今日蘋果,明日你我,譴責網軍攻擊和我也言論自由行動 在一天的時間,一共有15家的媒體一起共同加入這個層民 那同時在網路上面,也在一天的時間 目前有超過5000位公民連署支持我們媒體界共同發表這樣的聲明 我們臥草希望做一個農夫 提供公民更好的參與實證的平台與工具 讓這個公民社會的土壤能夠被灌溉 然後讓這個公民的理想總是在每個人心中發芽 現在網路已經是我們公民行使媒體權 行使公民權的一個重要的管道 在今天我們看到蘋果日報被打壓 那在明天,後天,我們其他的所有的媒體 甚至其他的網路的所有的社群 都可能會有被打壓的一天 這件事情應該是需要我們全民關注 需要我們政府來關注 在這次的活動之中 我們臥草扮演著一個義務執行團隊的一個角色 然後這時候與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我們共同發起這個 今日蘋果,明日你我,譴責網軍 捍衛媒體自由的這份共同聲明 我們希望可以保障台灣的媒體安全 保障台灣的網路安全 這件事情我們希望能夠受到全民的公司 而我們惡草也會繼續堅持我們的 我們喚起公民權 然後靠過媒體的方式 讓許多人討論到公民應該有權力 這件事我們也會繼續堅持下去 不會畏懼受到任何可能的打壓 謝謝 有請我們下一位是新陶科的代表 謝謝 其實公民團體他有一句話 就是說一方有難八方來源 我想在新聞自由這一塊也是一樣的 雖然蘋果日報一傳媒他們被攻擊 其實對其他媒體來講 不一樣的可能的一個遭遇 雖然那天有跟蘋果裡面的朋友在講 我說新陶科會被攻擊 他說也可能 我說應該還小 還沒那麼大對不對 他說事實上 對方的攻擊可能不分大小 那主要是他對他有威脅 對他有影響 他其實都會進行這個攻擊 那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對蘋果完全都沒有遭遇 以前我們曾經在一些場合 例如動新聞的時候 我們出來質疑蘋果的 可是在這種新聞自由的 這種重要的一個關卡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所有媒體都出來支持 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天 除了一傳媒以外還有一個臉書對不對 我記得陳育昕 陳社長他講說 他說我們現在在臉書發新聞 結果就有人跟他講說臉書唯一 隔天臉書就當機了 雖然跟中國的攻擊是無關的 可是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就好 今天蘋果如果沒有了 他已經不能上網 臉書也沒有了 那我們很多人的Line 通訊交流的媒介不見了 我們還回到黑暗時代 因為我們現在很難想像 我們可以說等明天的報紙 告訴我們昨天的新聞 我們當然是隨時在看我們 時時刻看我們的新聞 所以我覺得現在網路自由 幾乎等於我們新聞自由的一大部分 那我們捍衛這種的自由 是捍衛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那其實剛剛張老師講的非常重要一點 如果我們政府 對這方面是束手無策的 那我們民間的力量 還有媒體的力量 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我們除了要督促他以外 我們可能也真的要思考 自己救自己 不是自己救自己的國家 要救自己的新聞 以上謝謝 好 謝謝我們心頭的代表 那接下來請我們 金周刊的言副總編輯 來為我們這個 再來他的理念 謝謝 大家好 各位前輩 各位老師 大家好 就像馬大哥剛剛說的 我今天來不是為了蘋果日報 那的確是為了確保我們的言論自由 那今天在座很多都是我前輩 我就不敢說我自己對言論自由的感受 有多麼深刻 多麼怎麼樣 那只是說我今天代表金周刊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必須提出的是說 在我們的觀察 整個周刊雜誌市場 拆團背景越來越多 拆團手伸進來的真的越來越多 我今天或許也不是針對網路攻擊 我針對的是整個言論自由 我們的評論的空間 當拆團手伸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周刊雜誌的感覺是 至少發生的空間是可以受到質疑的 大家是可以質疑你的發生空間 已經受到擠壓的 任何有關言論自由的確保 我們金周刊都會站出來立體 在這個環境底下 我們認為任何一絲的讓步 在言論自由的讓步 可能都會造成接下來比較嚴重的結果 好 謝謝大家 好 這邊謝謝你們金周刊雜誌總編輯的發言 那接下來的話 是我們學者增加站出來的時間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請我們的林大林中南 以及李宗憲老師 讓他來為我們講述 資安及國安 那政府應該做什麼這個議題 還有NCC他們最近的話 他們修改了這個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 規則修正檔案 那這個東西講得漏漏的 那到底裡面是什麼樣的內容 那他的這個修改 是會產生怎樣的陷阱以及風險 那再來講題三 那當然也是誠如剛剛這個張錦濤老師說 在我們全球化自由化的這個 以及這個經濟越來越開放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現行政府 將會跟這個中國大陸 簽行這個服貿協議 然後以及開放這個資金區的這個條文 那這些條文架構之下 那台灣的網路環境 將會受到怎樣的衝擊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因應 那這個三個講題 那就分別請我們的林大林中南 和李宗憲老師為我們這個講解 那有請老師們 那請問一下這個 有這個李宗憲老師先發言嗎? 請不要推辭喔 各位前輩大家好 那個我是陳大李宗憲 基本上這是在蘋果還有相關投票網站的 被大量風包攻擊的事件 然後導致無法提供服務 還有最近很多資安的事件 層出不窮的情況之下 那資訊安全是國家安全的 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已經被證明了 然後在美國起訴5名中國解放軍的王軍 跟中國大量風包攻擊美國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國際間這個數位網路戰爭的時代 已經正式來臨 那在這個數位網路戰爭的時代的情況之下 我們政府的國安單位 然後包括這個國安體跟國防部 還有行政院應該是要加強防衛 我們資訊安全然後防衛的能力 可是我們的政府不僅不加強這些 資安防衛的能力 反而開門易到 隱藍入市 想要開放包括光纖網路 基地台 二類電信 還有電腦及相關服務業 資訊系統 資料庫系統 給我們最大的敵人 那基本上我們希望這些事件 能夠給政府一些反省的機會 然後我們還是呼籲政府能夠急踩殺車 然後把這些政策能夠好好的想清楚 然後完全不准這些對國家有何害的開放 那加強我們資安跟國安防衛的能力 以確保我們台灣的一些穩定跟安全跟繁榮 那我們在這個活動的過程一直講 然後講了非常的多 那很多事情我們都覺得是在繞口令 可是我們還是要一直重複的講 可是最讓我不解的一點就是說 我在一直講的過程裡面 我們國家資訊安全的國家安全的負責人 跟負責單位到底是誰 這個問題我已經問了很多次 那這個資訊安全的負責人 跟負責的單位 在這些時刻是不是應該出來做一些事情 然後告訴我們說政府怎麼樣應運呢 這些事情 而不要一直躲在後面 所以我很想這樣問一個問題就是 一直問一直問這個 資訊安全跟國家安全的負責人跟負責人 你到底躲在哪裡 你要為我們做什麼 那我以上簡單的發言謝謝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下一個講題是有請我們的民眾老師 還是我們的林達老師為您發言呢 好 各位先進 大家好 那最近蘋果日報的這個狂戰 因為扣到香港的這個民主活動 而遭受中國網軍的這樣一個嚴重的公報攻擊 提供服務 那這一個事情的話 我們絕對不能等前四肢 今天蘋果日報遭受攻擊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將會是明日台灣社會你我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它今天是第一個遭受攻擊的媒體 不過它不會是最後一個遭受攻擊的媒體 那這一個在現在的社會 資訊社會 這一個媒體的話 它會有辦法來維護這個聯絡自由 那它今天攻擊媒體 明天的話它攻擊銀行 來破壞我們的金融 來攻擊我們電信貪玩整個資訊社會 資訊的這個穿播 那從這個事情就可以證明出說 在三月多學運時候 那個有700多位的學者專家站出來 反對服貌開放第二類電信 因為當初的話 我們質疑會有國安資安的問題的這個質疑 絕非己人憂天 那當初NCC信誓旦旦說 開放第二類電信 絕對沒好國安資安的問題 而且他說 這個我們的電信業者 都會做好Traffic Angiolining的這樣的一個控管 那所以的話他也找了很多這個電信業者 他底下狹下的單位出來替他背書 那我就很有興趣的仔細看說 那這一次的蘋果日報遭受攻擊的這個事件 我們國內怎麼沒有電信業者敢跳出來說 如果蘋果日報的網站放在他們的電信機房裡面的話 他們有辦法做好Traffic Angiolining的保護 不會遭受到這樣的一個攻擊 所以的話我們可以知道 當初NCC講話和事實差距甚遠 那國安局日前的報告也證明出說 這個開放第二類電信有國安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令人很不解的話是NCC直譯引狼入室 他畢竟這個要修改第二類電信的管理辦法 那我在這邊要公開的請問NCC 如果推桿熊貓的成員 他來申請第二類電信服務的話 NCC有能力不准嗎 推桿熊貓的話就是中國網軍的一個代號 那當初如果推桿熊貓的成員 他化身就是一般的資訊人員 熱心的到政府機關台積電等要提供資訊服務 請問開放資訊服務的經濟部商業師 他有能力來保護國家利益嗎 那我們今天看大陸的民眾他無法上Facebook 那蘋果這個媒體新聞被打壓 那這個話將會是我們開放第二類電信 當資訊社會的山海關被打開的時候 那我們日後台灣社會的寫照 所以的話我們今天要站出來 就像剛才簡華老師講的 當我們不站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之後即使Facebook他沒有當機 那台灣的民眾也上不良 就像最近的話也有一些民眾的Facebook 就被惡意的檢舉 那監控整個的這樣的一個網路沿路 那這個話是我們非常不樂於見到的 所以我們也要呼籲政府千萬不要開放 這個福茂協議裡面的資訊訊服務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林中南老師 那接下來請我們林毅達老師來為我們講解 各位媒體朋友 我剛剛就是這個我們議程的議題是說政府該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除了我們今天在這邊譴責 我們要求政府要站出來譴責 包括行政院這個資通安全辦公室跟NCC 這兩個負責資訊安全的單位應該要站出來 公開譴責中國網軍的行為 並且表明捍衛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比照美國調查這個事件 並且公佈結果 然後起訴中國網軍的軍官 美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 你可以想像說在美國本土去起訴在中國的五名解放軍的軍官 那台灣政府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情表示你總許這個事情 這是第二點 第三個 政府應該要強化對中國的這個資訊安全的防禦能力 那我剛剛講這三點其實我們來看很可惜的 政府最近的表現不是在做這三件事 剛好反其道而行 他在做助工 我要用這個名字叫助工 也就是我們的NCC在助工 在做哪些工 剛剛林中南教授提到NCC最近 就是在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而已 就最近一個禮拜去修改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他去修改一條 我看了又是很傻眼 他說 有危害國安與資安一律之電信業者 申請二類電信的規則要看哪裡 他在定一個東西也就是 有危害國安與資安一律之電信業者 如果要申請二類電信的話 他有一個規則 要讓他們申請 這個條文寫下來這什麼意思呢 就有點像是 我要徵求管家 然後我寫說 有前科者 易可 但是有一個規則 要遵循 才能來申請國家 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我請NCC 把這一位 這一位寫這個條文的笨蛋 找出來 開一個記者會解釋這個條文 為什麼會定這樣 這個很明顯的助攻 就是 已經有危害國安跟資安一律的電信業者 也就是在講中資業者 他已經在準備了 胡茂如果沒過 胡茂如果沒過 用這一條 這個管理辦法 要讓中資業者進來 那 請解釋一下 這不是助攻嗎 第二個 我們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最近看到 這個 至今區 至今區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 單向的胡茂貨門條款 而且是單向的條款 那這個通過以後 中國電信業者可以進來 所以剛好就跟剛剛講的說 至今區通過了 然後這個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到至今區設點 取得二類電信的執照 然後就可以剛好造 剛剛NCC 最近公布的這一條 有前科者 有危害國安資安優利業者 也可以申請這個二類電信 剛好可以造這一條 我們跟剛好 這個助攻 這也是另外一個助攻啊 我們要在至今區開放電信業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助攻啊 我們最近看到金谷聰 國安會秘書長 在巡視各個情勢單位 這些情勢單位已經包括 調查局、刑事警察局 有監聽機訪的 有合法監聽機訪的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他在做這個動作是什麼 他在做這個動作就是 像 流浪狗 在到處 灑尿 跨地盤 所以這一些就是我管控的 全部要收編 我們很擔心的事情是 我們被監聽的 被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監聽的人數 會從馬總統的第一任三萬人 因為選舉而距升到六萬人 我們擔心的是這個 那我們會造成 我們台灣是一個監聽國家 那今天如果至今區開放 或者圖茂開放 讓中資進來經營電信 我們就會造成雙監聽 也就是 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在他的電信機訪也在監聽 後面還有我們的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 也有大量的監聽 那這個我們叫做雙監聽 我們難道要進入這個狀況嗎 那我們要奉勸政府單位 應該要建構三個防線 第一個防線就是 網路工坊的防線 網路工坊的防線就像是炮彈 我們現在有炮彈打過來了 那我們要防禦 第二個防線就是 貨帽 資通訊貨帽的防線 也就是 下個月 7月中旬 NCC要公佈 洪海能不能使用華為的設備 那華為的設備 我們可以把它 如果 這個 第一個防線要防止的是 炮彈 網路的炮彈 那第二個防線就要防堵的 就是 網路的木碼 因為華為代表的就是 潛長的木碼 城市在設備裡面 第三個防線我們要 建構的是 資通訊的福茂 也就是二類電信必須要禁止 不能開放 因為二類電信進來以後 它代表的就是監聽機房 電信業者大量的監聽 它就會變成客戶 所以我們把第一類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防線 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 第一道就是 中國政府 中國網軍正在送給我們炮彈 第二道防線就是 中國業者 電信設備業者 華為等 正在要準備送給我們木碼 第三個防線 我們要防止的是 中國電信服務業者 送特務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我們要防止炮彈 木碼跟特務 透過建構這個三個防線 才能達到 以上 謝謝 謝謝我們的黎伊莎老師 以上就是我們的媒體朋友 以及專家協議者 都已經發言完畢了 有請就是我們現場的公民記者 以及我們的記者朋友 各位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要在這邊先詢問的 大家有沒有更多問題想要詢問 如果沒有的話 那個主持人 主持人這邊 主持人這邊 請問一下蘋果那個 請問一下蘋果那個 按一下 按一下就是蘋果 請問一下蘋果就是 已經確認是 遭中國的網軍攻擊了嗎 那有沒有什麼證據或者是 還是懷疑 高度懷疑 高度懷疑 我要用最嚴謹的方式來定義這件事 高度懷疑 那高度懷疑的背後怎麼又是什麼 因為來源 因為就像剛剛老師也講過 能夠發生這麼大量的 絕對不是一般的業餘的 甚至是職業的這種海客 因為它那個量實在是太大了 不是一般人的軟硬體設備 或它的資源可以動用的 所以它甚至不是網民 而是來自 從績效來判斷 不是一般網民做得到 了解 謝謝 好 那這邊媒體朋友們 還有其他問題要想要詢問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主持人這邊希望就莫草這個媒體 來對各位學者專家來詢問 大概一到兩個問題 那其實我想要詢問一下 就我們之前的話有看到這個 資通區裡面的專家們有出來 就是反對二類電信在福茂裡面開放 那接下來就現在目前正在熱烈討論了 資金區的這個條例裡面 那是否有對於這個 有可能會危害這個資安的這個部分 這個開放的行業領域 那再來的話 資金區是否可能帶來比福茂更強烈的衝擊呢 那尤其我們的這個 就是資通區裡面的專家 可能會為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先回答剛剛一位記者請問就是說 能不能證明這是中國網民啊 那因為照剛剛蘋果的描述就是它 我們看到的是兩種攻擊模式 一種是阻斷式攻擊 DDOS 分散式的阻斷攻擊 那是把網站打掛 那用透過很大量的流量就把網站打掛 那第二種另外一種攻擊 入侵式的攻擊 入侵式攻擊已經侵入到這個網站內部去改密碼 刪除資料 然後入侵到它的虛擬主機 這些都是已經是入侵式 那依照這兩個現象 就是照美國調查的 美國調查的這個起訴的中國網軍 他們的攻擊模式就是所謂的APT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就是先進持續威脅 先進持續威脅 中文名稱 那這種攻擊模式就是透過釣魚信 透過釣魚信以及社交網路 Social Network 像Facebook Twitter 等這些Social Network 它主要的模式是透過Social 如果你要攻擊當事人 比如說蘋果的某一個記者 他要攻擊蘋果的網路 那他就先鎖定蘋果的某一些記者 然後到這些記者的Facebook網站 去看這些記者的朋友有哪一些 然後雖然記者有警覺性 可是記者對朋友也會有信任 所以先去記掉一些給這些記者的朋友 讓記者的朋友中毒 中他的病毒之後 當這個記者的朋友在寄信給記者的時候 他就跳上車了 就在假檔裡面 也就是在PDF檔 在Word檔 在PowerPoint檔等等 裡面就已經被夾帶這個病毒了 那因為這個信是從記者的朋友寄給這個記者 所以這個記者當然就會打開了 因為它是一個看起來是正常的信件 看起來是正常的假檔 就打開了 可是事實上 因為這個記者的朋友已經中了 所以這個記者已經中了 那它是透過剛剛講的這種社群網路 結合釣魚信 打到這樣的攻擊模式 那這樣的攻擊模式有多變形 當然大致上是這樣 那已經成功的在過去幾年入侵的 美國的政府單位跟這個高科技公司 竊取政府機密以及高科技機密 這也造成了在上個月 上個月美國司法部起訴5名中國網軍 那美國做這個動作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中國政府說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是哪一些人在做到 那它等於在宣判這5個中國網軍 不能再離開中國 如果這5個人離開中國到其他國家 因為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有跟美國簽訂一度條款 所以一旦他們進到其他國家 跟美國有簽一度條款的國家 就會被帶到美國審判 那美國政府已經很明確的在告訴中國政府說 你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那這種攻擊我們認為 我們高度的懷疑 這樣的攻擊就是對蘋果日報做入侵式的 不只是阻斷式的 阻斷入侵式的這種攻擊也是透過這種模式 先讓蘋果日報的記者的重度 然後在蘋果日報的記者的重度 就在他的電腦裡面再去攻擊透過蘋果日報的記者的電腦 再去攻擊內部的伺服器 那這樣的話這個就可以做到修改資料庫 資料跟甚至修改密碼等等這些動作 那所以從美國的調查以及從我們看到蘋果日報可以攻擊 我們可以有把握可以判斷這是中國廣軍發動 那也根據阻斷式攻擊的強度 因為阻斷式攻擊的強度 你要到這麼強的強度你必須要有很多的殭屍電腦 我們用透過很多的殭屍電腦去做攻擊 那殭屍電腦要不做到這麼大規模的攻擊 那個規模要很大 通常這樣的殭屍電腦網路不是個人所控制的 所以這個回答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那個自經區 我剛剛有提到自經區的這個代表人就是 如果自經區通過它就是代表人二類電信 單一個項目然後單一個方向開放 讓中資進來自經區裡面設電信的計畫 經營二類電信或者甚至其他電信的 一類電信的服務 那這個當然是很嚴重的 所以自經區對台灣的只有傷害沒有得利 福茂的話是對台灣有傷害 但是有一些人到中國投資會得利 自經區是沒有人得利 是因為我們的業者沒有到中國沒有開放 只有我們便面開放 那所以我們也堅決反對 自經區裡面包含這些敏感性的服務業 好 那這邊真的非常謝謝我們的林达老師 請問一下在座的媒體朋友以及公平記者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發問的? 好 那這邊請問一下麥克芳其說 各位老師 新公民議會的執行電子業板廠 那暫時請教一下 以這個事件後續可能的一個發展的方向來看的話 如果說在短期內政府或者下關單位 他還是沒有辦法去阻止這樣的一個攻擊行為 那是不是進一步可能會造成就是 不管是個人或者是機關團的一些情形危機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周旦這樣子的事件再次發生 就像之前詐騙集團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人人自危 那在後續其實如果沒有進一步有人 不管是政府單位或者是怎麼樣的方式可以避免 那對於個人或者團體來講 其實我覺得可能這個信心的危機 會比真正的攻擊還要危險 或者是說影響更巨大 那不曉得各位意見怎麼樣 就一個受害者 當然對我們來講造成很大的困擾 然後我們也正在採取一些因應的措施 透過一些技術面或是設備的改善 或者用一些比較傳統的方式 然後有些東西我們就不公開來檯面 就給他提供新的門戶進來 對但我遇上其實只有政府擁有足夠的條件跟資源 可以來協助我們對方這麼強大的攻擊 我們自己能做的我們會盡量去做 而且我們已經積極的在做 但是這個時候政府的角色其實非常重要 我們也很期待政府能夠趕快的負責任的來處理這些 因為真的他今天能夠這樣對付一家媒體或是一個個人 我實在不敢想像我們的政府部門真的有能力去 哪一天當他攻擊的對象變成是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中央銀行或是其他的政府機構的時候 我們政府有能力來應付這樣的攻擊嗎? 所以他其實不是在幫助一個民間的團體 政府是在維護自己的安全 維護國家的安全 所以他的態度我是期待能夠更積極一點更有效一點 就你今天剛剛那個問題啊 所以如果有求助或證或者是報案或者是動作 已經報案了 那有回應了嗎? 有 那政府的回應是? 他有派人到去做一些調查 了解 那什麼時候的事情? 就只知道昨天下午已經有人跟我們在做很直接的聊天 昨天下午報案時間呢? 我們是在應該星期三就報案了 但昨天下午是我自己所知道的 至於中間有沒有其他的我不能確定 我有點補充 基本上我們一直很強調就是說 這個資訊網路是infrastructure 所謂infrastructure就是跟高速公路一樣 高速公路如果出了問題的話 一般的社會大眾或是企業是沒有辦法的 只有政府才有辦法幫我們 維持這條高速公路的安全 那現在這樣的情形的話 真的是如同您所講的 如果政府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應跟對策的話 會造成信心危機 而且這個資訊網站的特色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不好用 大家就不會用了 如果蘋果一直持續被攻擊 大家覺得說上他的網路一下子有 一下也沒有斷斷續續 漸漸的他就沒有人要殺了 那這次一直都是這樣子的殺滅模式 所以政府在這個時候應該要趕快出來做一些事情 讓大家恢復信心 好 那請問一下現場還有媒體 還有需要這個發握後發言的嗎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接下來就謝謝各位來參與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那我們其實今天的話就非常的感動 因為就是誠如我們新同學的這個代表所述的 一方有難八方來源 那今天邀請到這麼多的媒體朋友以及宣傳專家在跨越橫步 那共同前的科技強權來律用快特 已經不是亥特了 就是快特 大家可以上那個Wiki Google 一下快特的意思 其實他是比亥特在無論在規模上以及攻擊程度上 更上一層樓的這個代理詞 那進行對於這個自由文明還有這個自由言論的這個相助 那來打壓這個異議言論的這個行動 那大家給予了譴責 那我們心裡想說 的確就是如張錦淮老師說 再多的打壓也不能讓我們的良心晉升 那同時我們也謝謝我們資通訊領域的這個學者專家 林伊達老師 宇宗憲老師還有宇宗男老師 他們分別就這個專業的部分 來給予我們的政府以及這個 就對於這個資安國安的方面的這個建言 那也非常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是會後交流的時間 謝謝 那有任何的這個問題以及新聞稿的需求連絡 然後歡迎大家留下聯絡方式 然後跟沃草這邊聯繫 我們將會把我們的這個 會後的這個一些資訊都已經公開 都公開在網站上 那也可以盡快的同時大家 謝謝 謝謝